一部尚书李志刚确实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 能让堂堂一部尚书,这种中书顶级大佬,被送进诏狱,事情当然不简单。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由夏元吉给江星火细细讲了, 其中错综复杂的厉害纠葛,让江星火都有些未知侧目最要紧的事, 这件事就其根本,其实跟江星火是脱不开干系的。 李志刚这上半年本来还是很风光的,因为如之前所述, 他接了个大火,操办大明太祖高皇帝的继承。 这是永乐元年最重要的庙堂活动,没有之一。 李志刚若是安心去办这件事,没人感动他, 但偏偏所有人都知道,李尚书是个不太能闲得住的人, 对其他事情,哪怕跟他的本职工作无关,他也得发表点意见。 大佬也是人,说的通俗点,李尚书比较喜欢蹭热度显自己。 显然李尚书完全没有汲取洪武朝、建文朝两次入狱的经验教训, 在长道提议将北平府改为北京顺天府的填头后, 又开始固态蒙发,揣测上意了起来。 而这件事的起因,是江星火当初关于于战三册的后续, 也就是永乐帝试图以御史来钳制沿路, 为变法革新,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永乐帝坐下有一衣一犬, 这里面的鹰,也就是督察院左副督御史陈鹰, 自然是干这件事最好用的工具人。 陈鹰刚提了左副督御史, 手下缺兵少将, 正好最近在国师起雨过后, 国子剑里面舆论分为了不同的几个派别, 吵得还挺凶, 于是他向永乐帝请命, 从国子剑里挑点人来做御史, 充当马前卒。 对于这种事,永乐帝自无不可。 陈鹰选了剑生孔父, 杨顿,张文明,李时秀, 蒋燕璐,欧燕贵, 何契,刘仙等八人, 直接提拔维维监察御史, 然后又凑了原有的八个御史, 把两经十四不正史司, 建文四年拆分, 新增了黄怀不正史司的人手凑够了, 命手下的监察御史们分别前往巡视, 重点监控舆论。 永乐帝很重视这件事, 因为自从找一堆素儒修了永乐大典, 斜纲大名百科全书以后, 骂他的人明显少了, 所以本着让所有喷字都闭嘴地念想, 朱棣亲自见了这些即将被派出去监控舆论的御史们。 避词的时候, 朱棣说的挺情真意怯的, 朕乃君父, 百姓皆是赤子, 父母于赤子, 先寒而备之一, 先姬而备之时, 是其温宝之夷, 避温就造以处之, 无所不尽其心, 人主为民, 父母礼仪当然。 朕据申公, 一饮一食, 未尝不念及君民, 然在下之情, 不能周知, 而等为朝廷耳目, 其网用心滋访, 但由有思不言者, 息句奏来, 君民之间, 合力当兴, 合必当己者, 一息一闻。 事情到目前为止, 尚未失控, 最多是国子监的建生们, 看到陈英提拔的都是支持变法的同学, 心里有些愤愤不平, 说些怪话罢了, 也倒也没什么, 眼红极度别人的崛起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原本大家都是同学, 凭什么你一飞冲天, 直接进督察院当官, 从此以后, 在内居家是娇妻美妾享受自在, 在外触寻是一帐开到, 威风凛凛, 但是这时候你上书坐不住了。 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家的她, 某天晚上仍不忘喝点小酒, 然后挑灯夜站挥毫泼墨, 写了一封255个字的小作文, 蹭热度, 论到京邦, 必求闲财, 心里除害, 避开言路, 西高皇帝历经图治, 听那无疑, 三十年间, 画形俗美, 皇上即位以来, 西尊呈现, 广开言路, 博彩群谋, 凡有可行, 无不听那。 然无知小人, 往往假此为名, 或搜求戏事, 钳至诸丝, 或怀邪私辟, 陷害良善, 或妄称奏宿, 躲避插窑, 或驰成小财, 喜求尽用, 甚者无稽犯言, 繁独盛德, 虽称心力除害, 其时假公营私。 成以榜是天下, 国有一国便民之士, 虽百公记忆之人, 皆许巨石沉奏, 若官吏人等贪污, 颠倒屈职, 酷涅良善, 及婚姻, 填土, 军役等事, 毕命自下而上陈告, 若有甲乙石封建言, 沐月上司, 竟负朝廷干冒者, 致以重罪。 这下坏了, 犯众怒了。 李尚书本来是想蹭的热度, 结果开团冲得太猛, 把自己陷进去了, 回头一看, 都有一个赶根的都没有。 就是陈英这般如张汤, 主妇演一般古之库吏的人物, 可都不敢公然说, 要给甲公营寺的建言的人治罪。 这是古代幻场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 因为为国为民的建言和甲公营寺的建言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李治刚喝醉的时候想得很好, 但实际根本不可能, 很容易就会导致一旦有政争发生, 那么所有人都被扣上甲公营寺的建言的帽子。 这样一来, 谁还敢觐见? 可不让官员觐见, 那就是剥夺了官员的话语权。 而联想到眼下江星火在江南做的势头凶猛的变法浪潮, 再结合永乐帝派出御史, 巡视两经十四不正史丝的举动, 官员们自然而然地会考虑, 这是不是永乐帝受益李治刚上书的? 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我们连任何意见都不能正常表达了? 李治刚久后写的这封奏书, 无疑是破坏了庙堂游戏规则的冒事举动, 而且马上就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即包括对他本人, 也包括对于变法。 保守派的反击很快就到了。 督察院不是左副都御史陈英一个人的天下, 相反, 在督察院里有着另一股足以跟他抗衡的势力, 领头者就是督察院右副都御史黄信。 黄信, 江西彭泽人, 洪武朝由太学生任御史, 然后在督察院系统里埋头苦干多年, 建文朝升任右副都御史, 如果陈英不空降, 想来是该黄信提拔成左副都御史的。 其实看看简历都知道, 江西人, 又副都御史, 跟陈英不对付, 反对变法。 这可是明初, 汉林多吉水, 朝市半江西这十个字都说烂了。 当这些要素凑齐了以后, 它到底代表什么阶层来发生, 一目了然, 自然是在江南世深被江星火严重打击后, 马上在变法规模扩大后, 就会面临利益受损的江西籍贯地主阶层, 以及大部分江南世深联手进行的反弹。 当然了, 黄信也不是傻子, 他既然觉得有可能这件事是永乐地受益理智刚干的, 那肯定不能直接上书对喷, 那相当于耿着脖子上去给朱棣砍, 还是要讲究点斗争策略的。 于是, 黄信让手下河南籍的御史提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位于河南部正史寺的殷商太师笔干木及祠堂瘫坏了一部分, 但当地官府久久没有修理, 请朝廷催促一下, 让他们按照胎义入母的规定, 出点前雇人修一修。 遇到困难地方解决不了, 就托人找关系, 找京中老乡帮忙发声让朝廷重视, 督促一下, 这种是在明代的庙堂里, 非常非常的常见, 压根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 而且, 如果稍稍换位思考一下, 地方官府不休也有不休的道理, 之前便说过, 中原腹地刚刚遭受了四年静难战争的摧残, 现在正忙于重建, 活人住的地方都修不过来呢, 哪有人力污吏给死了数千年的笔竿太师秀墓修祠堂。 而且从另一件小事也能看出河南不正史司财政的紧张情况, 之前在朱元璋的墓前, 朱棣跟周王交谈, 事实上已经反应了, 就算是周王复国重新再开封修王府这种大事, 还是得皇帝亲自过问, 河南不正史司才能扣扣嗦嗦地拨出两万石做额外补贴, 两万石什么概念? 当初江星火在长州扮作粮食商人暗访, 人家一家米耗子米店的存货都不止两万石。 所以说眼下的河南不正史司的钱袋子已经是捉襟见肘, 丝毫不夸张。 这封奏折, 内阁精手的杨士奇, 黄淮等人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 大皇子朱高赤审月的时候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 到了永乐帝那里, 朱棣自然是扫一眼就过去了。 屁大点是, 别浪费镇的时间, 交给河南不正史司找人随便修一修。 朱棣当时大约是这么想的。 至此, 黄信安排这位河南籍御史要走的全部流程已经走完了, 接下来就是静等结果。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河南不正史司哭穷, 修不了。 在非原则性的小事上, 大明地方的各不正史司并非是朝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相反, 互相踢促鞠才是常态, 当然了, 如果皇帝龙颜一怒了, 那肯定还得乖乖干。 但是皇帝没那么容易生气, 大部分事情也不是皇帝非要不正史司干, 皇帝只是承担了中转的作用, 把其他不思或地方的请求通过圣旨等形式转达给不正史司, 事情往往跟皇帝一文铜板的关系都没有。 修比干木这种事情一看就不是皇帝受益的, 河南不正史司的官员们当然能推则推。 但消息传回南京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皇信总工的时刻到了。 这是一次标准的借题发挥, 数十名御史和六科给式中的奏书, 如雪花般淹没了内阁, 而且这次内阁的举动也颇为值得玩为谢晋, 胡广,杨士奇,胡衍, 甚至包括金佑兹, 这五个江西人一声不吭, 直接把奏书都递了上去, 递到了永乐帝那里, 然而永乐帝却并没能及时看到。 黄信这次以必死的决心, 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他的奏书是这样写的, 君子为国不为身, 顾范言渐静死且不必, 小人为身不为国, 为蝉汤面搜, 以苟富贵, 明君乐渐静而国以兴, 昏君乐才涛而国以亡, 节奏沙龙, 冯笔干, 名笑俱在, 而后世人主, 如秦遂之末, 皆不见父哲, 国安得不亡哉, 陛下当以事为戒, 成功当以君子之道自免, 树鸡贡宝大明之红叶, 随后, 陈英和他刚刚提拔的一众御史, 也被以骚扰地方的名医弹劾了, 至此, 图穷比线, 修笔干墓是假, 借着笔干这个历史上最早出名的建成, 来反驳李志刚的奏书, 公结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这就是庙堂大佬们手段高明之处了, 整个公式暗藏杀鸡, 却又偏偏不到图穷笔线, 看不出任何端倪, 等到刀锋闪烁的时候, 想要阻止已经晚了, 然而你以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反击手段了? 错, 最精彩的连环记还没到呢, 只能说李志刚下遇下的不愿, 正巧朱棣那几天去江北的凤阳留守司视察军务好吧, 根本不是什么正巧, 人家就是掐着这个时机来的, 被弹劾的陈英毕竟是昼升高位, 狠倒是够狠, 可惜经验还是欠缺了点, 顿时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越急就越容易犯错, 陈英本来就没朋友, 这时候能找来商量士的就一个纪纲, 特务头子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 那自然是直接从物理层面让人闭嘴, 于是两人琢磨了一下, 试图还是用去年威吓这些江南好城的老办法, 直接把领头的抓了, 剩下的自然不敢吱声了, 这个办法在去年对付齐太, 黄子诚, 方笑如等人时候, 已经充分显现了威力, 属于是路径依赖了, 当然了, 他们也没有那么蠢, 找的借口还是很靠谱的, 用到还是调查是否涉及见闻余孽的事情, 但是这次纪纲和陈英失算了, 因为黄信已经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黄信不仅坐在府里大大方方地等纪纲上门抓人, 而且自己把自己的罪证准备好了, 黄信贪污受贿, 牵扯起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案子, 连带起了南京城里不少游走于官员, 薰贵之间的前客, 这里面就有李志刚的岳父, 是的, 李志刚的岳父不干净, 这不是什么新闻, 他从洪武朝就开始了, 背后当然有李志刚的影子, 这是南京城里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 等朱棣回来, 意识到手下鹰犬干了蠢事的时候, 木已成舟, 整个朝堂都知道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行科都给是中舟等, 手里捏着铁证, 上书弹劾李志刚管教家人不言, 有公器私用的嫌疑, 朱棣无奈, 把李志刚下狱, 让季刚停止私过, 讽刺的是, 李志刚跟黄信是对门, 住的就是当初江心火和灼径的牢房, 事情到了这里, 黄信等人的反扑可谓是大获全胜, 作为变法在朝中的重量级支持者, 好吧, 李志刚支持变法, 当然不是因为他认同江心火的理念, 只是他能从中得到权力, 以及更加靠近永乐地, 但无论如何, 李志刚被搞下狱, 在京中变法与守旧的冲突愈发激烈的时候, 显然起到了一旦激起千层浪的效果,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受到变法的冲击, 叫嚷着祖宗之法不可编的守旧派, 趁着马上要到来的高皇帝继承, 谋划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击, 而姚广孝, 卓敬等人也有自己的难处, 俩人支撑着总裁变法事务衙门这段时间, 虽然在稳步推进考乘法等变法举措, 却因为江星火这个主心骨, 在江南忙着治水, 建炒, 也只能积蓄力量, 暂时无力掀起西一轮的攻势, 整个南京城, 都是一副山雨欲来丰满楼的架势, 便是连寻常市井百姓, 都嗅到了这种危险的信号, 江星火听完夏元吉的叙述, 沉默了几夕, 肯定地说道, 李志刚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他们这是冲着变法, 或者说冲着我江星火来的, 江星火的脸色凝重地仿佛暴风骤雨前的天空, 看得出, 他的内心已经做好了准备, 应对庙堂上接踵而至的狂风巨浪, 夏元吉无奈开口, 李志刚是投机者, 这其实是他早晚都会经历的一劫, 我知道, 江星火点了点头, 说道, 可是我们别无选择, 叙述的力量太过弱小, 绝大多数支持者只要他站在叙述这边, 无论他人品如何, 抱有怎样的目的, 我们都无法拒绝, 僵尸, 叙述不能没有你, 江南的事情, 你已经开了个好头, 我可以削龟草随坐下去的, 只要待会儿把这些事情详细交代给我就可以, 可是京中的这次风暴, 是真的凶险到一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的黄信的举动, 背后一定是有人在受益, 夏元吉的眉头没有那么紧促了, 但语气里依然透露着浓烈的担忧, 江星火没有回答, 只是抬手揉着眉心, 那张晒成小麦色的面容上, 此刻布满了深深的疲惫和痛苦, 显示出他现在的心情非常糟糕, 我知道, 变法就像是徒手在压一把刚刚脆火完的刀, 压得越低, 到风弹起来就猛, 越容易把人划得鲜血淋漓, 乃至死于非命, 许久之后他低声嘻喃, 夏元吉文言叹了口气, 又问那还坚持要变法吗? 还是说像庆立新政一样半途而废, 这次或许我们能应付过去, 可是下次呢? 下下次呢? 危机只会越来越大, 变法得罪的人是会越来越多的, 江星火再度沉默, 他的眼眸中闪动着复杂莫名的光芒, 让人捉摸不清楚其真实的想法, 变法就意味着矛盾, 意味着对抗, 意味着牺牲, 夏元吉继续说道, 我明白, 江星火轻轻汗手, 他当然懂, 也十分清楚, 这样的决策对于变法主导者来说, 将会产生怎样的代价, 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从直接的因果关系来说, 正是因为江星火在江南大刀阔斧的变法, 打掉了白连教这个江南士绅的白手套, 而且在征量, 退田, 控制电锡等一系列问题上, 极大损害了江南士绅的利益, 这不仅招来了江南士绅阶层的厌恶和反弹, 更招来了江南周边区域, 也就是下一步变法目标地区的相关势力的警惕, 然而,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条路都是孤独的, 想要走得长远, 就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如果连虽千万人无网以的精神都没有, 哪怕侥幸走上了巅峰, 最终还是难逃被历史车轮碾压淘汰的命运, 时代的浪潮如同是一把烧得滚烫的铁锤, 以锤子砸下去, 谁能够承受得住, 谁活下来, 所谓的变革, 本身就是拿鲜血浇灌出来的路径, 是从无数牺牲者的尸体堆积出来的血肉磨盘, 稍有不慎, 便万劫不复, 但他仍然选择变法, 这些年, 我见识太多悲剧, 太多痛苦了, 江星火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刚刚讲了太多话, 嗓子稍微有些哑了, 他用沙哑的嗓音缓慢而清晰地说道, 我不愿意这些悲剧在我的手里发生, 不愿意再看到这个世界重蹈覆辙, 所以我要发动变革, 哪怕迎接我的是从肉体到铭玉的全面死亡, 也值得, 他的语调很轻柔, 表情平静而安宁, 就像是在谈论今晚吃什么菜一样随意, 但话中的意思却无比坚毅, 不可为逆, 下缘集的神情毫无波澜, 只是再次确认道, 僵尸, 你想清楚了? 这一次, 他的语气比刚才更加严肃, 江星火点了点头, 语速不及不徐地陈述道, 这个世界, 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 下缘集深深吸了一口气, 胸膛挺得笔直, 双拳钻紧, 眼眸中绽放出一彩, 犹如即将迸射出赤裂岩浆的火焰盘, 下缘集静静注视着面前的年轻人, 半想之后, 缓慢地吐出四个字, 我支持你, 江星火点了点头, 并没有出现什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或者说, 当诏狱里的邱先生被他点醒, 何谓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后, 他们就已经是同路人了, 姚广笑, 酌敬他们也在等你回去, 回去就要反击, 江星火说得干脆, 老和尚弄清楚是谁在背后捣鬼了吗? 还在查, 他们坐得很隐蔽, 而且这次僵尸的江南之行, 坐得雷厉风行, 让那些人坐不住, 都害怕若是不联合起来反扑, 下一步变法从广度上扩展到浙江, 江西, 再从深度上更进一步, 那么他们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推寻自重回圣人之位的事情, 已经引起很大的反弹了, 江师你应该知道, 这是师叔传家的学法, 掌握的都是朱姿杰四叔的那套, 根子上是从孔孟来的, 跟荀子相差万里, 不过, 夏元吉肯定地说道, 幕后之人究竟都是谁, 肯定快要查出来了, 江星火松了口气, 换得角度响, 也是个好机会, 这次打下去, 免得变法的广度进行扩展时, 还得面临他们的阻挠, 夏元吉点了点头, 提起了另一件事, 说道, 国债已经发行了六七, 南京周围的几个府范围内, 大明保钞的币值和信用已经基本稳定了, 货币改制彻底取消民间同钱流通的试点, 要按原计划推下去吗? 这里便是说, 货币改制这种事情失败概率高, 按理说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 但事实上, 在江星火的计划里, 货币改制是变法接下来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因为货币改制是统一的商品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 当然, 其他条件还包括统一取消或降低关税离金等商业税, 解除劳动人口人身自由限制, 建设完备的水路交通网等等, 后面的几项事情, 是江星火已经开始在江南切实落实的事情了, 随着组织以工代振进行制水进程的推进, 一个崭新的, 以环太湖圈为核心的, 从不同河流分流入海的水路交通网, 即将被建设完成, 除了农田灌溉, 更大的意义就是人员、商品等要素, 可以在江南畅通无阻地流通, 而剿灭白连郊叛军和建设大规模手工工厂区的意义, 则在于解除了江南市深阶层对于劳动人口的人身自由限制, 事实上, 明代中后期之所以江南会出现纺织业极大发展, 继而产生萌芽,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张居正变法里面一条变法, 导致由征收食物变为征收货币, 这一点极大的促进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 货币改制要推, 时间节点就在征伐安南的同时, 江新活给了夏元吉一个肯定的答案, 同时说道, 我与你交接一下手头最近做的事情, 江南变法还是要不停歇地推行下去, 你来主持这些事, 我信得过。 江新活与夏元吉走回院子里, 此时世子们也是有眼力见的, 晓得大概是出了什么事, 代表本地百姓要跟江新活说的事情也被暂缓了, 院子里就剩下了几个人。 江新活也不磨叽, 长话短说了起来, 第一件事是水利, 宋侍郎也是懂水利的, 主要负责具体制水工程的, 是公布和房司的这位孙坤孙主事。 宋利和孙坤都是金官, 自然是认识夏元吉这位大名财神爷的, 此时纷纷过来行礼, 这是夜宗行, 自知行。 江新活拉过了夜秀才的手, 给夏元吉介绍, 是个难得的水利人才, 最近跟我学了爆破, 本地水文地理熟人得很, 若是水利上有什么拿捏不准的地方特殊情况, 可以听他的意见。 学生见过夏尚书, 夜宗行连忙做衣, 夏元吉微微汉手全当回礼, 将诗能看上的人才, 想来是真有两把刷子, 好好做事。 在江新活前世的历史上, 夏元吉就是主导这次影响深远的治水行动的负责人, 因此江新活倒也不予对方把事情做得坏了, 自己都已经开了的好头, 治水只会越来越好。 因此, 他只是简单地跟夏元吉交代了一下, 其余的事情, 宋礼自然会告知。 江南治水, 核心在三点, 一是开河, 也就是开凿或输郡黄土江, 范家滨, 刘家岗等支流。 二是围田, 由于淤泥土制肥沃, 世身会在河流沿岸, 甚至河道上修坝建虚, 开坑良田。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反对生这么大的原因, 清退围田是真动了人家才露饭碗了, 但无论如何, 得坚持下去。 三是海棠, 海棠必须要修, 不修海棠, 我们输郡的河流, 最后再入海口, 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淤积报废, 用石屯木柜法住土食堂, 河流入海口都得修, 而且每年都要清堂, 这是百年大祭。 夏元吉默默地祭了下来, 点了点头。 我晓得了, 还有其他事呢? 第二件事便是办厂, 黄浦新城那里, 我已经建立了大量的棉纺制业手工工厂区, 用于生产棉纺制品的水利大纺车, 工匠们正在批量制造, 眼下已经造出很多了, 黄浦江配套的水利工程, 这段时日也都已经基本修筑完毕, 工厂区都是妇孺, 里面有白莲教裹鞋的百姓, 也有松江府本地前来做工的妇孺, 这里面可能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很多, 你要小心。 江星火认真嘱咐道, 妇孺们天然便是劣势, 本地的清疲无赖, 甚至军队的士卒, 都是有可能闹出乱子的, 另外, 妇孺本身也不见得安分, 毕竟是新的制造方式, 不是所有人都能习惯这种集体劳作, 规律生活的。 再有就是, 江南的士生们, 尤其是从事纺织业的, 以及个体纺织户, 都会受到黄浦新城手工工厂的影响, 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旦有人要攻击新的制造方式, 我们既要体谅有些受到冲击的人的困难, 也要坚决维护和保住这个变法最重要的成果,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江心火当然不是无敌方式, 下元吉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接下来, 大明的军队是要远征安南的, 而江心火这一套改变制造方式, 开拓海外商品市场, 清销新制造方式所产生的商品, 大明获取利益, 继续下一个循环的模式能否顺利进行, 直接决定了永乐帝对于变法的支持力度, 朱蒂对于变法从来不是无条件支持的, 他是皇帝, 他是皇权在人间的化身, 如果变法不能帮助他达成自己至龙堂宋, 远迈汉堂的目标, 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变法带来的利益小于造成的庙堂风险和实际损害, 那么朱蒂的态度很有可能会改变, 撕开所有温情默默, 这是冰冷的事实, 我明白, 夏元吉应道, 哦对了, 江心火忽然顿了顿, 向树上招了招手, 一个阴影从树冠里钻出跳了下来, 正是在放哨的赵海川他腹部的刀伤已经好了, 不过他跟曹松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却是着实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两个分开, 若是在第二件事上, 实在有解决不了的麻烦, 让赵海川帮你解决, 江心火叮嘱道, 妇如的问题, 有了内乱, 让赵海川去找一个叫做唐英的女人即可, 她是纺织女工们的小头头, 地方的问题, 有人在外面捣乱, 那么你让赵海川去找一个叫做牛真的人, 他手下有一批干脏活的打手, 规模不大, 但处理一些你不方便让军队和牙役, 仅因为出动的事情, 或许会有奇效, 这两个人都是没有退路的人, 用起来方便, 其他开矿, 抑制电锡, 彻查新型摇曳, 抬高荀子地位等等事情, 都是细枝末节, 江心火长长地松了口气, 总而言之, 一是治水, 二是半炒, 这两件事做好了, 咱们变法就不再是无根之瓶, 无本之木, 而是踏踏实实落了地, 能把廉价的棉纺之品 大规模生产出来, 再低成本地运出去, 顺着大海, 让大名的商品运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下园集郑重其事地说道, 僵尸, 将难改变制造力的事情, 放心交给我吧, 精重变法, 还需要你主持大局, 此去风波诡诀, 还请务必谨慎, 俺跟师父一道回去, 有俺在, 任谁也不能伤了师父, 刚才一直默默旁听江星火奖之行合一的朱高旭, 此时似是想通了什么, 坚定地站在了江星火身后, 瓮声说道, 庙堂公节, 儒教变革, 科学启蒙, 解雇思想, 货币改制, 建立学校, 要做的事情还真多呢, 今日无事, 色挺听曲, 日本京都, 李锦龙正摇着折扇, 适适然地坐在一处色亭里, 听着歌舞纪门演奏着雅乐, 雅乐是日本古代歌舞音乐的总称, 最早来源于浅唐使从大唐带回来的唐乐, 后来也有些风格独特的高丽乐融入其中, 当然了, 歌舞不分家, 雅乐套餐里还包括了日本古代的传统歌舞, 例如东游, 人长舞, 九米舞, 舞节舞等等, 至于色挺, 自然是汉语里面的风月之地, 再过上百年, 会演变成为受牧府保护的游郎, 到了江星火前世明治维新以后, 则会成为著名的风俗一条街, 坐在李锦龙对面的金川辽郡, 这个充满了魅力的老男人, 笑着招来了一个给他制作茶汤的异迹, 说了几句话, 旋即用屏风隔断的单独包间外, 传来了老宝夸张的喊声, 今日的消费全部由金川大人包揽, 男人们惊喜的大叫和对金川乐郡的恭维如潮水般涌了进来, 李锦龙压了一口抹茶, 说道, 金川兄,你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呀, 大将军阁下即将归国, 全当为此小小庆贺了, 金川辽郡拍了拍手, 正在演奏雅跃的歌舞技们, 躬身纷纷依次小步退下, 竟是半点动静都没发出来, 平退了闲杂人等, 金川辽郡叹了叹身, 低声对李锦龙说道, 我听到了一则消息, 从花枝玉所传出来的, 哦, 李锦龙不动声色地用折扇挡住了他俩脸庞的下半部分, 显然, 这是被锦衣卫认口型认怕了, 有几个武士参与了民国江南, 由白连教发起的小规模叛乱, 这些武士背后是支持海盗的那几位西南沿海的大名, 华之玉所觉得这件事很敏感, 强迫他们交出了一些海盗头目, 打算在你临行归国之前, 当着你的面烹饪了, 以免给民国战争借口, 金川辽郡目光炽热地看向了李锦龙, 试探性地问道, 大将军阁下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李锦龙轻飘飘地将此事揭了过去, 他当然清楚金川辽郡这位前九州王的意图, 日本内部的反对势力, 巴布的幕府与大名交恶大名出兵跟幕府盖一架才好呢, 有了混乱, 才有权力重新洗牌分配的机会, 至于什么日本的命运, 抱歉, 现在日本国内可没什么民族国家概念, 日本这么大点的地方, 都能打出个南北朝, 几十个方国来, 你说他们能有什么统一意识? 当然, 李锦龙不会让金川辽郡失望, 毕竟对方不仅是最重要的幕府反对者之一, 而且接下来会代表日本后小松天皇出使大名, 跟他一道归国, 阿福, 李锦龙用折扇拍了拍手, 曹阿福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 家主, 您吩咐, 把之前江先生寄给我的东西拿过来, 曹阿福很快拿出了一片棉布, 明显是裁下来的那种, 你猜猜这东西一匹售价多少? 金川辽郡看着眼前品质相当不错的棉布, 思考了片刻后, 不确信地达到或许要二至三千银子, 日本纬度高, 冬天很冷, 他们也是要穿棉织品的, 但是由于日本棉纺织技术比较拉胯, 他们的制造成本跟大名比不了, 所以一匹布, 通常要在三千银子0.3两以上, 金川辽郡是少数对大名有了解的日本高层, 他清楚大名的商品价格会低一点, 因此给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猜测。 事实上, 即便是以前的松江府, 一匹棉布的价格也基本保持在每匹值以1.5千到1.6千之间, 即使最精致的棉布, 价格也不过是每匹值1.7千到2千之间。 然而金川了俊猜错了, 李锦龙给出的答案, 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一前, 怎么可能? 金川了俊惊讶地出声, 为何不可能? 李锦龙放下了手中的棉布, 笑着说道, 这就是我跟你提到的那位国师, 江星火, 他的神器之处。 我们来做笔生意吧, 怎么样? 两人窃窃私语了起来, 搬赏过后, 金川了俊拍着胸扑说道, 大将军阁下, 国师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您放心交给我吧, 在您离开日本之前一定办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